好,各位朋友早安 我们今天要继续介绍ChromeTorfi这样一个技术 会讲到一些原理的部分 也会讲到很多的公式 所以我们觉得听的时候 不要被这些公式吓到 这边的公式其实呢 还算是比较简单的一些关系而已 好,我们还是先回头看一下 ChromeTorfi里面 我们刚刚最早用到的事实上是 Liquid ChromeTorfi 夜象层肌 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话 那个时候呢 那是在一个管罪里面做 那一直到现在 很多的有机合成实验室 无机合成实验室 事实上呢 如果它要自备比较大量的 去重划 或者是分离你的 这个合成之后的产物 有的时候你看到有机合成实验室后面 实验室里面呢 它在墙壁旁边 你会看到很多的管罪 跟那个一样 但是很粗哦 比较粗的 那么有的时间是好几根 不是几根而已 那事实上 那这些管罪呢 可能有的是存化 存化你的事迹 或者是你的产物 有的是正做分离 所以它用的 基本的东西跟 1906年 这位 附外先生呢 他用的是 像是类似的 那我们希望用这样一个 Column from Taffy 的 一个装置呢 进一步来说明 为什么要分离 分离的一些原理 或者是它的理论 所以这个 还是很快看一下 在管罪里面呢 我们是有 Packing material 填松的颗粒 那这个颗粒放到很小 那颗粒的表面 是我们的镜像 就是我们用到这个 所谓的镜像 是表面 颗粒的这个表面 然后我们有个动向 有血液动向 然后你的分析物 如果是一个混合物的话 我们放 从这个Column 最上顶端 换定完 然后 持续的 用Mobile Face呢 去充填 它 所以这个Mobile Face 你叫Ellen 柔洗液 或是充填液 看你怎么翻译了 是持续的 要Mobile Face 从上面加进来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把你的 飞序 A和B呢 从它的底端呢 慢慢的 就带进管柱 那进了管柱之后 那你的飞序 这两个成分 A和B 它当然就会接触到 它原来是融在你的Mobile Face里面 然后进到管柱之后呢 管柱里面有填充物 表面是你的镜像 那么你飞序为A 几滴呢 它就有机会 去接触到你的镜像 然后它也融在你的动像里面 神理师 这个神圣 他在流行这个管柱的过程里面 在经过这个管柱的过程里面 慢慢的被带下来 在过程里面呢 始终它会碰到镜像 也会碰到动像 在两项之间呢 有一个 这个 一个平衡的 作用力的一个平衡 清和力的一个平衡 我们简单的来讲的话 就是说 你作用力比较强的 就是你跟镜像 作用力比较强的 当然 停留的时间会比较久 然后再被碰下来 那么 作用力比较弱的 如果清和力比较小的 会 掀出来 会跑得比较快 会跑到前面 而清和力比较大的 作用力比较强的 会留在后面 这就是它分离的一个基本的道理 这就是它分离的一个基本的道理 如果经过的 越长的距离的话 它出来的时候 它会变得比较宽 比较胖 这我们看过了 比较宽 比较宽 所以庇腾更短 批不变宽 伍大的高度更小 如果讲面积的话 事实上面积应该是类似的 这个面积跟这个面积 积分的面积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现象变胖变矮 我们看过了 这是另外一本书的作者 同样的事情 用这样一个词来表示 我们上一节讲到这边 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下去 第一件事情 就是讲到你的分析物进了管住 到在近向东上之间拿到一个平衡 就获得一个作用力的平衡 那这个现象呢 跟我们同学在大二 你们在做有机实验吧 萃取 Solving Extraction 萃取 那么它的一个机制呢 很类似 所以我们的课文 已经 Harris 他们 在讲到 近向东方之间的一个作用力平衡的时候呢 他都先提到了 所谓的 Solving Extraction 那么在Harris这边 他甚至画了这张图 我们的课文就没有 那 对我们同学来讲 这个已经不陌生了 你们在做有机实验的时候呢 有做过 Solving Extraction 所以一定是有两项 Solving Extraction的话 一个是水项 一个是有机项 而且这两项呢 它必须是 immisible immisible的意思是不能够富容 这两项 不能够富容 一定是 分开的 不能富容 只要这样子的话 那么当你有一个分析物 或者一个subject 有一个东西呢 它原来是在水项 通常做Solving Extraction的话 从水项里面 把它萃取到有机项 通常是这样的 当你做了这样一个 在做Solving Extraction的话 通常是用分叶漏洞 不会在一个bit里面做 通常是放在分叶漏洞里面做 对吧 是吗 叶漏洞 所以你 这个萃取完 应该说对 萃取完之后呢 分成完了 你可以去反应 不要的 先分开 所以当你这个在 剧烈的 这个要 什么叫做混合 之后呢 达到一个平衡 达到平衡之后呢 那它就会在 两项之间的一个平衡 如果它在有机项 这个轻位比较强的话 它在有机项里面 那么它的这个比例 能录的比例呢 就要比在想象高 所以这个比例呢 就是它的 Distribution Cost 或者Position Location 就是大K 那这是 你们熟悉的 Extraction Swap Extraction 那 我们这边呢 很confident 成型的话 也是两项 但这两项 有一个是静向 有一个是动向 就是 Stationary Face Stationary Face 和这个Mobile Face 当 一个分析 被Mobile Face 带进缓注 接触到 Station Face 之后 那 刚才实行 进口感 然后我们 刚才移动 那 它碰到Stationary Face 在中间 它被拿了一个 如果说 是一个 你给它足够的时间 如果真正拿了 谷谷的话 那么 它在两项之间 也会有一个平衡的 所以 这个系带 我们有 这个 Stationary Face Mobile Face Stationary Face 比如说 Mobile Face 就是 大K 大K一样的 我们叫做 Distribute Master 或者是 Partitionary Face 目前我们都这样叫 Partitionary Face 分配系统 分配系统 那 所以 你从那个 官衣室里面 就可以知道 假如 K比较大 的话 代表呢 它跟 镜像的作用力 比较强 轻合力 我们通常叫做 轻合力 当然它的意思 跟作用力 是一样的 就是你的镜像 对你的分配系统 轻合力比较强的话 那K子比较大 相较来讲 如果比较弱的话 那K子比较小 如果K子比较大 对另外一个 A和B K子比较小 B呢 K子比较大 的话 那当然表示 B的轻合力 跟轻向轻合力 比较大 所以B呢 比较稳出来 所以我们这样一个 我们先给它一个定义 那么当然这个轻合力 我就决定了 你出来的 这个 前和后 先和 先和后 那这个应该怎么能够了解 再下来呢 那就要讲介绍江油理论 Bling theory 1906年就是Web 用这样一个 Ton and Promptor 那一个技术 其中一个技术 其中一个分立了 叶绿素 叶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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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后呢 这样一个技术 在实验室里面 也在用 也在用 也知道呢 可以有分离的一个效果 很好用 但是没有一个理论的技术 没有一些关系式 大家知道 非用 就用 大家都在用 但没有一个理论的 基础在里面 那么这个在 科学的发展的过程里面 有的时候是先用理论 然后实验基础 没有办法做 没有办法做实验 但是一定理论做完了 然后再去证明 再去证明 那么也有呢 是 看到这个现象 看到这个效果 可以用 可以用 为什么 不知道 或者不确定 不确定的 就是说 不能用 可以用 效果 但是呢 要等 要等理论出来 帮助他 建立起理论的基础 这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这个技术 知道很有用 但是呢 会有一个理论 来这个 解释 可以知道了 这两位先生 他们听出来一个 推导了一些 数字 然后根据他的 这个 出来的一个结果呢 可以解释 为什么 为什么 这样一个系统 可以分离效果 而且 可以解释 这个 分离效果 可以解释 是一个 配行分 是一个 配行分 是一个 配行分 而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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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這個,我們剛剛介紹過這個K字 不同的K字的話呢,它有一個分率的這樣一個效果 我們就決定,可以分開 根據它的這個理論呢,可以解釋這些現象 而它這個理論呢,純粹是根據一個假設 從這個假設,然後用統計學 對你們各位,在大二的時候,這樣練習,一開始 你們學統計學,就這樣 然後在那個時候,我們的同學不在意統計學 以前有學過,或是智商經過 然後就用,就學了什麼 那這兩個先生就,有一個假設之下,就用統計學的方式 去推表這些東西 那最後的結論 可以來幫助解釋 這樣一個系統,它可以有分離的效果 而且結合的形狀,是一個老學學 好,我們看一下,它是什麼樣一個 一個假設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在課程上面 我們要去做公式的推表的時候 會有假設 然後給它一些管理學 管理學問,什麼條件 什麼條件,什麼條件,什麼條件之下 然後,我們會有什麼樣的關係 這個關係呢,然後去推表 那為什麼 你有真正的情況可能比較複雜 那正當複雜的情況,你沒有辦法自己 沒有辦法自己 無從去切進去 這樣一個複雜的東西 你沒有能力去處理它 那就算了 那你想啊,就處理它的話呢,要把事情簡化 雖然真正的情況呢,比這個複雜 但是呢,我可以把它簡化 簡化一點 簡化到說,它接近你們真正的情況 但是呢,真正的情況比較複雜 那我可以,沒有辦法處理 複雜的情況,或者是處理 比較簡化以後的情況 它當然是向你方式來處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這個理論 當這兩個先生呢,在1952年 有當中回長的肯定 那這個理論是不是完美了? 不是 所以後來才會有 後來的 這個 修正 我們目前都用了一個事情 修正過 對這個理論呢 修正過的一個,滿美的 好,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理論 它是什麼樣的假設 它假設呢 這樣就管說,看起來 整個是白白的 把它用的那個是 看起來是白白的 那裡面當然有顆粒 很小的顆粒 那顆粒很緊密的堆積 想到堆積的時候 並沒有真的你看到 一層一層一層 你沒有辦法看到是一層一層一層 真的沒有一層一層 但是它把它想成就是說 假設 假設 假設你們這個管束裡面 就堅積 堅積 很緊密的堆積 所以你可以想成說 它事實上就是 很有規則 連續的嘛 很有規則 就是它的這個 後裏是完全一樣 相同後裏的 我們這樣一層一層 它每一層呢 我們叫做一個 Plate 一個平板 我們中文翻譯成平板理論 一個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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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畫得很粗 它事實上 它是相當的薄 而且呢 每一層都一樣 我們這樣連續追擊一下 所謂的Plate 所謂的Plate Theory 上面是 風格是很多 很薄的 很厚度的 叫Plate 所以它整個 假設在這邊 這個假設在這邊 這個假設在這邊 Plate Theory 最早說來的一些 結論 有關於是呢 證明Plate 可以來幫助我們解決 對方 為什麼可以分離 為什麼可以 形狀是這樣 好 好 根據這樣一個假設之後 那麼 我們在想 你的分訊 有一個A 分訊 好好進來 然後不可以帶進來 帶進來之後呢 第一個先進到第一層 一個Play Play就是一個鏡像的能源 那你的這個飛行呢 它就在鏡像的動向之間 大概有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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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飛行就像這個 想的是很多Play 講過 有N個Play 有N個Play 那麼然後呢 你的飛行都在 每一個Play 第一層開始呢 那時候鏡像跟他講到一層 離開 離開之後呢 再被這個動向再帶下來 到第二層 那我自己呢 好 還沒有講到那邊吧 那所以說 你這個 這個理論呢 我們先講結論 成功的解釋形狀 以及呢 可以解釋 為什麼會分離 但是他不能解釋的 一個事情呢 就是 為什麼Pick 會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那所以 接下來 我們今天呢 大概用了一個 一個理論 是修正過的 然後這個 早期的這個理論呢 做了一個修正 所謂的Rate Theory 這個 這個修正 那這個修正 它其實還很好 保留了它的這個角色 就是 N這個 跟Play的外面呢 就讓它保存 所以它保存了這個 好想念式的全部 N這個Play 所以N這個外面 Play Theory的外面 保存 好想念式 所以它這個 這些結論呢 是 還是 成立的 但是呢 它進一步的來解釋 為什麼Pick 會越來越快 什麼樣的一個因素 會影響得越來越快 所以它是考慮到說 Play Theory把它看成整體 一個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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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Play Theory 是向 微觀 你就真的想說 你Pick 進到短期之後 是在柯麗中間 跑上去 在那個柯麗 跟柯麗 被洞浪帶 慢慢的 這樣過程 所以它 微觀的去看 是真正 裡面的過程 怎麼跑 那Play Theory 有點像是 達爾瓦子 好 可能就這樣子 我們認為它 每一個 Play 從地板上 有理想的狀態 事實上呢 沒有理想 所以 有一個 Penic Theory 或者 Ray Theory 出來 它呢 就考了一個 在考的過程裡面 那些因素呢 就會考得進去 所以它搞出來一個 所謂的 應該說它找到一個 關係性 叫 Mandemic Innovation 我們在上學寫 CBC 那個時候就 好 就接觸到了 Mandemic Innovation 我們請席人接候呢 去 去 修出間的一些事實 嘛 那個時候很 很陌生 我們 待會兒講麻辣 今天講麻辣 應該比較 更 藉物的能夠了解 這個 公司的意義 那些 因素呢 會影響 好 這是我們後 這個 這個講完之後呢 那後半部的講 就是 Ray Theory 我現在就 Ray Theory 讓我自己 去 大概的 去 去這樣子 推了一下 就是說 我們這樣看 就是這個 我這邊標 一二三 四五五六 七 就是等於 好的 然後 一層一層 每個份 每個位 進去的時候 Station Face 完色 紅色 Mobile Face 它有 鏡像跟動向 然後 你的飛行呢 是在鏡像跟動向 很大的地方 所以 剛才進去的 是 Mobile Face 代表你飛行 假如是有 六四代表你的 數量 六四 進到第一個問題 然後 鏡像感受 沒有的東西 接觸到 你的鏡像 是 剛開始 進去 第一個 然後 達到平衡 達到平衡的時候 呢 假如說 這個K 是 1 那 鏡像動向是 1比1 達到平衡的時候 1比1 1比1 2 那這樣的話 達到平衡 在第一位 達到平衡 是這樣的 接下來呢 很重要的 是你的這個 持續的有 Mobile Face 加進 所謂 Crash Carrier 在持續的Mobile Face上面 持續的Mobile Face上面 持續加進 所以 你新的這個Mobile Face進來之後呢 就把 第一層的Mobile Face裡面的 一層的 就 把它擀到第二層去 讓自己在第一層 進去 進去 對吧 好 所以那個有新的 新的那個 Mobile Face進來 就把原來的Mobile Face 擀到第二層去 自己在第一層 好 這是一開始的狀況 然後 它這個 新的Mobile Face 這裡面 沒有進去 然後 進向的飛行 所以這中間 再打一次 然後這個結果 進向的保留度 一樣的 第二層的Mobile Face裡面呢 有你的飛行 然後 第二層的進向來 就達到平衡 結果是在這邊 就是第二層 然後 之後 一層瑞堆 摘下來 一樣的 新的這個 Mobile Face進來 再把這兩個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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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裡面 沒有 那持續的 然後到平衡 第三層 平衡之後的結果 這樣一個過程 你持續往上 往下推 對到第七層的時候 就是 跑到第七層而已 跑到第七層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在Mobile Face裡面 Mobile Face裡面 Mobile Face裡面 它的這個 分佈的情況 從第一層到第七層 你可以看到 螢幕分佈 在中間那個 這個高 一兩層就比較低了 所以 的確是一個 Function Curve 的確是一個 Function Curve 那麼 你 看到這樣方式 往下一直推 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 BIG 往下移動 往下移動 然後這是 它整個 Play Theory 它大概 我們這次 把它更簡化了 它的這個理論 有些 分子在那邊推 像我們關注講 這個 怎麼去推了 這個觀念 大概就是這樣 強調就是說 它把它看成一個 一個 然後 它在 這個 分離過程裡面 它是 一層一層 平衡之後 就待下來 第二層 再繼續平衡 所以它不會想 一下子馬上來 就是一層一層 在 持續的平衡 平衡 然後再跑出來 就待到第二層 這個觀念很重要 這個觀念很重要 它是持續的 慢慢的 一層一層的 平衡之後 再背後會待下來 然後持續的進行 我中間有沒有問題啊 所以它形狀呢 是一個高速克 那如果說今天有兩個東西 A和B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是說 K字是1嘛 你剛剛假設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畫一下 如果今天另外一個K字是2和3的話 它應該比較穩住 那它分 它那個跑的位置裡面 被怎麼樣分布 那形狀也是這樣 但它應該會比較晚 你弄得比較慢 然後這是 呃 五輝Theory吧 但它不完美 那麼 後來 再被這個PanetTheory去修訂 做了一個修正 可以解釋呢 為什麼呢 到後面嘛 固定了 6月1月2日 那接下來就要解釋 或是解釋完 就要去 看實驗的結果 然後去 算一些 什麼 常數 或是 要去背一些東西 那麼各位都做了機器 接觸性 也要感到細胞 這個事業 也有機器系 你知道 所以 這個詳細的結果 都會看很多了 從很快的看過去 這個聽 你做一段時間 聽到標籤的 不要 Incandidate的 真正的細胞 然後 看 看 什麼時候 有一個 東西出來 然後 在這個地方呢 第一位 所謂的 TN 以及 Retain Time 會出來了 這個 實驗 好 那在這個地方呢 第一位 所謂的TN 以及Retain Time 這個實驗 大家可以看一看 不是沒有時間 那什麼是TN 這TN呢 是 如果有飛出 拿進去 完全沒有智能 所以它跟你的這個 鏡像 完全沒有中力 所以我們14個影 它完全不會對你的 鏡像發生任何種的 使用力 那它跑出來的時間 就叫做TN 所以這個TN 代表一個 一個分訊 那 那 Retain Time 就是 TN裡面的鏡像 自有 這個時間 那 這個時間呢 當然 就對 MOMOFACE 從 管车進去 它要從 管车進去 到你的 政策去 它也要進入 一段時間 方式MOMOFACE 一跑 它也要跑出來的時間 所以這個時間 也相當於 你的MOMOFACE 你的MOMOFACE 本身呢 它從 管车打進去 一直到 你開口 正確到它 需要的時間 所以這個TN 所以這個TN呢 它的E呢 就相當於 MOMOFACE 可能身經過它 或者 MOMOFACE 所以需要的時間 當然 也就等於 沒有自有 完全沒有自有 這個 這個 它的 可以看看 然後 你要知道兩個 TR 跟TN E 因為呢 很多工資要用的 第二個 第二個 這個民生的話呢 你看 這個工作人 很教 因為那個 TR都沒有問題了 你看一下 TN 所以 你沒有自有的時間 沒有自有進行的時間 你摩托費好的時間 那 怎麼去 怎麼去 衝護它 我們意義上都知道 衝護的那個方式呢 比如 就叫做MORTIM 空的時間 空跑的時間 空跑的時間 好 這是 如果你看這樣一個 衝護的時間 你知道 就只能進行 MORTIM 沒有自有的時間 另外 我們 一個樣子 搞完了 我們可以知道的 什麼自有時間 還有這個TN 之外呢 你看 你一個分析的 它的BIG 本身的大小 有BIG TINE 還有CINE 大小 這個你可以玩到 之外呢 就你的PANTH 有BIG PANTH PIG PANTH PIG PANTH PIG PANTH 你們各位看一下 PIG PANTH PIG PANTH 因為PIG PANTH 應該是 高興盒 PIG PANTH 我們是 這樣去 畫那個切線 然後去留置 PIG PANTH 那這次很漂亮的BIG 你對身的BIG 留BIG 是在偷偷 會很嚴重 那你 你比較難去畫 你不要難去 去量這個 一位師 你會 你會找這個 助教 周老師 把設計的 不這樣畫也沒有問題 有的時候 可能說不定問題 因為 不來話也 你不該知道 這樣畫的怎樣 會不會差一點 所以有的時候呢 其實因為這個 形狀的關係 開始跟結束 有時候 有時候不太會長 會 看起來 像這個 這個時候呢 也許 有一個BIG 的二分之一 到路的二分之一 就變成半個 然後 背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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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ไม pi 還有一分之一 摸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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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 可以折出来 用个公式呢 用这个N Number 用这个big list 16 然后这个retend time 所以 这个big list 那这个单位要移 用时间单位 用这个长度单位 我觉得没有测量的话 直接用长度单位 直接也长度单位 但是没有一次 所以这个结果是没有单位的 那如果这个big list不好量 就要量这个半高板 要掉空间 关系性变成这样 可以用的事情上 VR能力 和retend time 可以半高板的平板 这两段是都可以用的 这是 做完一个实验 就知道你的这个管轴 在你的这个分离器 相当于多少 plate 可以拉得更加 接下来做很多东西 这就是在你的客人比较后面 最后面呢 会有一个表 最表示我们这里 一张里面 或者说我们 用到的 这个所谓的 Tronky基础 不管机械东西 或者是这个 SFC 每用到的公司都一样 那这些公司呢 都要准备 这个表 你把你整理出来 放在这个表里面 那我在这个表里面呢 有标识 这个红性的 那这几个公司呢 你就要准备 那这些公司 我们都可以由CM的结果 去求出来 CM的结果 去求出来 所以说 我们的CM结果 就在这个表里面 我们的CM结果 我们的CM结果 就在这个表里面 就这么一个CM结果 非常简单 就用几项 然后去抽一些 数字出来 那为什么要去抽一些数字 那他们不是说 好玩 这个 不是个意义 就是 他可以由这些数字 反映出来 你不用去看 你的CM结果 可以告诉我们 你的这个 区域的条件 得到的结果 那到底是好 还是不好 所以那些数字 都有意义的 他去取代你之后 你不需要真正去看 你的区域的结果 有那些数字 就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所以那些数字是 有必要 取算 有必要存在 好 我们很快来看一下 我们公司里面 要看一下 每一项 有多一个 这些这个 图号在里面 图号的意义 我们先讲一下 我们的第四表 第四表的话呢 那事实上是 就介绍 做实验的时候 得到的一些结果 结果里面呢 会有些 这个 我们公司里面 有些图号 它的意义 一个TM 你可能有看过 Retained Species 它的Migration time 或是Retained time 因为没有Retained time 所以它是Migration time 它跑过去 所以需要的事情 也就是摩托会 本身的 把这个关注 进去到出来 需要的事情 然后这个Retained time Species A和B 这边要强调的是 A和B A跑得快 B跑得慢 A先出来 B后出来 A和B 代表两个东西 不同的东西 而且呢 有先有后 A先出来 B后出来 分别两个两个 那这个Adjusting Retained time 有的时候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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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说有的用的话 这个Adjusting 你看看 它的第一应呢 是 DR的上面 Plan DRPlan 就是Retained time 剪掉这个Modplace 把Modplace 本身的TM 关系在这边很好 就是我们课本没有 特别去用这个 这样一项 有的作者 大家喜欢用 所以各位看一下 这样的东西 Plan Plan 管座的长度有大量 结果管座多长 像你们在做LLC的话 管座是 10分分 15分分 明里 机械化呢 30米 管座的长度 就看你是 真正用的管座多长 那么下面有两个Flowray 那这个Flowray呢 那这个Flowray呢 它表示方式 体积的方式 每分钟靠几条身 这是体积的方式 就是体积的方式 Modplace flowray 跟Dive代表 那我们很多关系式里面出现的 不是体积的Flowray 所以你的动向好多块 不是用体积来代表 Linear Forward 或者Linear Flow Velocity 那通常我们知道Linear Velocity 动向它的 限限速度 单位时间跑多长 距离多长 而不是用体积跑多长 所以Linear Velocity 这个小铃铛 每分钟跑不到 这个公分 这个距离 这个用比较多 所以关键里面 都要知道这两个 通常都叫做Linear Velocity 这个Linear Velocity 但是Linear Velocity 这个Linear Velocity 这个Linear Velocity 不一样 意义上很有 这些 近像的体积 这个好像 Capitol 有些ил 从迫不到了 近像是什么 然后 你的飞气物 在近像跟 动像里面的 这种分配的情况 动像里面有多少 多迫滚 和近像里面有多少 这个 这个也没有 電話直接測到 這兩個大概一定是測到的 但它的意義呢 各位要知道的 它出現 我們知道這每一項的意義之後呢 我們讓大家看看 這東西要背 我建議考學 一下來就要考試 一下來就要紀念 你一定要考前一天晚上去背 從男朋友去背 或再去背 很痛苦 就要從今天開始 現在再看一下 慢慢選 好 我們先看一下哪些官員要背 1.E.N.E.L.O.S.怎麼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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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知道Face的Wallet 通常我們要去選 1.E.N.E.L.O.S.的人 110 我們要去認識 1.E.N.E.L.O.S.怎麼選 1.E.N.E.L.O.-時候 1A forma 2.1 這些 treasure 接觸到稍微多少时间 知道有数这样的时间就是你的体积 这个管座里面除了机枪之外 其他的空间 有Mobile Face在里面站的空间 都要体积 这次可以先出来 那这个就我们刚刚讲 第二项可以说出来 没问题 一般我们还可以用不到 可以特别使用 下面这几个其实是很常用的 第一个呢我们叫做 Mutation Factor 治疗细数 或者是治疗因子 那个Factor怎么办 中文 黄瑞想 E数想 是吗 是吗 因素 OK E数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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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地方呢 用小K 所以这边有小K 有大K 都是K 它两个 意义不一样 那 这个 这个 Retention Factor 在过去我们叫做 Pepacity Factor Retention Factor 过去叫做 Pepacity Factor 是小K 可以换 可以换 小K 可以换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我们这个 在维线上 或者是 Pepacity Fact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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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用K plan 我们作者本身的旧版也是用K plan 是用K plan 是用学长姐 你们用K plan 新版呢 把它Plan去掉 所以说 这个有点混乱 所以说 这个有点混乱 那 我们个人 我个人习惯 可以换 但是 我们这个新版 没有Plan 你把Plan拿掉 没有 随便你 那各位要知道一下 就是这个一下 Retention Factor 又叫做 Pepacity Factor K plan 或者小K 小K 小K plan 那它的关系是 Retaining Time -TR-PM Retaining Time 属于TF 就是你的分训 在你的这个系统里面 分泌性能里面 你可以说出来 把它看出来 所以这个P值 小K值呢 越大了它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 这一项看出来 它有意义 它是小跟大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 它在你的这个 分泌性能里面 它滋留的情况 或是你的管住 对它滋留的 一个情况 所以它叫Mutention Factor 滋留的一个因子 越大代表它滋留的越强 所以你的镜像 对它的Affinity 或是它对那个镜像的 轻和力 越大 所以滋留的越强 就是可以带到你 它有这样一个意义 那我们刚刚的一个分泌系统呢 我这边写的1-5 就是 你希望你的分泌系统 对于分泌 不要有太强的用力 它进去之后呢 很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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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出来 你做实际上做了好久 所以假如这样的话呢 K字一定大于20-30球 代表它滋留很久 就重力太强 如果小1的话呢 重力太弱 打进去呢 很快跑出来 太小太大 可能对你的分泌不好 所以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要控制它在哪里 你看我们应该要低到这样一个情况 这是一个retention factor 或者是permessing factor 那distribution constant 或者partition coefficient 我刚刚讲过 大飞 那个飞就经常动车 我们会有平衡分泌的情况 那这个呢 没有办法直接用你的结果去算 这是一个定义 是把打给的意义 那另外一个selectivity factor 那这个一定是比较两个东西 选择性 一定是配慨的力 有两个东西呢 它分得好分得好 分得开分得开 所以retention factor是个别的 那selectivity factor 选择性数 选择性数 选择因子 因子 因子 selectivity factor 它是比较两个东西 所以 符号是alpha alpha alpha呢 等于这个 个别的 那这个地方呢 特别的 这个retention -tm 那b跟a 刚刚讲过b跟a 有意义的 b是完出来 a是先出来的 所以这个retention time b的一定比 a的retention time 要大 所以你的分子 一定比分母大 alpha一定比大1 你不考出一个0.5 公式里面 这样定义的话呢 你就不可能考出一个小1的东西出来 ok 所以考试的时候 同学呢 就搞错了 算一算错了 小2 小1 都没出来了 知道一下 知道一下 所以它第一点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 那这个 b的retention time 接上dm 除以a的retention time 接上dm 那这样一个ratual 这个比值呢 也可以等于是 b跟a 个别的 这个hash factor 或者retention factor 这个k 小k b比上k 所以你用 用这个关系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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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resolution 所以 应该讲alpha alpha alpha是我选择系数的人 我选择音质认数 那这alpha值呢 也可以反出来 如果它等于1的话 如果alpha值算小的话 等于1 1 代表这两个分得开 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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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于1 就完全重变在一起 刚分 所以alpha值呢 越大代表 这两个分得越大 就它一看这个alpha值 就知道 这两个分得好不好 alpha值有这个e 越大 表示这两个东西 分得越开 那第三个 resolution 啊 啊 大 resolution 那么它的定义呢 就是这样 那么 两个东西呢 大概五天 分别的时间 是长 然后 除以呢 两个 配复意思 那这个分子呢 是 2 对 好 那什么它的原来的意义 是说 这两个分离的程度啊 分离的程度啊 你可以看 其间的这个 差距 除以呢 平均的宽度 所以这个2呢 事实上 应该是 两个pick base 加起来 除非2 平均的宽度 平均的宽度 那当然 你把这个分母呢 这两个加起来 除以2 2呢 把它放在分子去 当然可以啊 它原来的意义是这样 这两个pick分开的程度 除以它的宽度 平均宽度 到有多大 这叫versolution versolution 呃 好吧 我应该下个 我们下个 一会儿再想三个讲